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民进党当局比照台东 番栗枝和菠萝部分恢复输入大陆的条件 恢复文旦又输入许可 民进党当局做得到吗 台湾时事平的原赖月谦 由独家观察 向来打造爱妻顾家 好丈夫人设的民进党及民代 赵天林被曝出 与女性友人的亲密合照 与此同时 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 郑文灿也卷入桃色丑闻 民进党两岸齐发 震惊台湾社会 绿营政治人物绯闻缠身 为何却能继续盘踞高位 台湾的桃色政治背后 有何隐情 两岸时事平的原朱松岭 赖月谦为您全面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源 首先来关注 纪念清城汇荣周边外交理念 提出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24号在北京举行 会议主题为 清城汇荣新内涵新发展新愿景 由中央外办外交部联名举办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 周边多国政要 部分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 驻华使节 专家学者等200余人与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外交部长王毅 出席研讨会开幕式 首先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书面致词 习近平指出 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 就是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 坚持牧林 安林 复林 突出体现 亲程慧荣的理念 十年来 中国积极践行 亲程慧荣理念 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 友好合作关系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利益融合 持续深化 走出了一条 牧林友好 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 习近平强调 新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将赋予亲程慧荣理念新的内涵 弘扬以和平 合作 包容 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 为地区团结 开放和进步 提供新的助力 我们将推动 亲程慧荣理念新的发展 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汇集周边 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 使中国高质量发展 与良好周边环境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中国将继续践行 亲程慧荣理念 同地区国家携手构建 和平安宁 繁荣美丽 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 共同谱写推动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王毅表示 中方将始终秉持 亲程慧荣理念 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 和慕林 安林 复林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 友好合作和利益融合 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 为此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打造一带一路示范区 二是坚持共谋发展 打造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 三是坚持和中共计 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 四是坚持亚洲价值 打造全球文明倡议守善区 研讨会发布了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文件 这是中方首次以发布文件的形式 全面阐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文件回顾了十年来 清晨慧荣理念指引下 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 取得的丰硕成果 分析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未来 既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 延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也展现了 清晨慧荣理念的新内涵 新发展 新愿景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在北京延博士的 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王先生您好 在研讨会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书面致辞时强调 新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将赋予清晨慧荣理念新的内涵 推动清晨慧荣理念新的发展 那想请教您 这位中国继续践行清晨慧荣理念 破坏了怎样的新蓝图呢 的确 清晨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呢 提出已经十周年了 回首过去的十年间呢 我们秉持着 这个清晨慧荣的理念 和周边的国家 和我们的友好邻邦们 这个处理好 双边的外交关系 处理好 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可以说实现了 很好的这个发展和繁荣 那有人说 21世纪呢 就是亚洲的世纪 那未来的 这个前景下 我们怎么样 携手 我们的周边国家 共同实现发展 共同实现现现代化 是大家心中非常关心的课题 习主席这一次 对这个座谈会啊 发表书面的这个致辞提出 我们要在这个 清晨慧荣的外交理念上 事实上注入新的活力 注入新的动力 实现新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话呢 是和中国发展进步的目标 相契合的 众所周知 去年我们召开了二十大 破坏了这个中国发展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发展蓝图 中国要努力的通过 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一点上呢 中国的发展繁荣进步 事实上也是周边国家 发展繁荣进步重大的机遇 就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主席也提出了 这个八点行动 事实上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我们要携手各国 让中国发展的这个前景 成为各国共享的机遇 所以怎么样 携手各个国家 在我们奔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 这个进程当中呢 也让各个国家 共享发展繁荣 共同实现自己心目当中的 这个现代化 与此同时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的这个国际主张 怎么样稳定 这个周边的国家 怎么样实现 持久的繁荣 和发展 这都是我们要在 这个秦成慧荣 外交理念当中 注入新的内涵 新的含义 新的发展 所以相信习主席的 这个书面致辞呢 能够引发 与会各方 真诚的思考 也期待着 这个中方与各个国家 与我们友好的邻邦们 能够携手 共同实现 长久的和平 稳定 繁荣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 中央外办主任 外交部长王毅 在研讨会上 致辞时提出 四点建议 除了打造 一带一路示范区 还提到 要打造 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 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 全球文明倡议守善区 那您如何来观察 这四点建议的相辅相成呢 的确这一次 王毅主任提出了 四点倡议 事实上 每一点都结合 我们所说的 这个中国主张 中国思考 为周边国家携手发展 提出了解决的答案 那第一点呢 和一带一路相关 我们都知道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我们提出 要携手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的这个 高质量发展 那事实上 一带一路 就是始于周边国家 我们历史上 这个无论是丝绸之路 还是海上的 这个丝绸之路 事实上 都是从周边国家 开始友好交往 发展起来的 那当然 在推进 这个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中 我们能否和周边国家 努力地实现共建 实现这个 真正目标当中的 高质量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 那后面三点 倡议和主张 分别围绕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展开 我们都知道 这三大倡议并称为 中国的这个 全球三大倡议 针对不同的领域 我们提出了 中国 针对这个世界发展当中 一些矛盾焦点 难题的中国答案 怎么样 让我们的这个理念 能够落地生根 也要从周边国家开始 无论是这个发展层面的 这个一花独放不是春 这个百花齐放春满园 能够实现我们和周边国家 携手共同发展 还是在安全层面的 这个综合共同 可持续的这种发展理念 实现我们长治久安 也包括文明领域 怎么样实现 文明的交流互建 不是秉持着这个自我为中心 这个文明优越论 来看待周边国家的 这种文明和进步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些中国的 这个倡议和主张 近些年来 已经获得了周边国家 很大的认同 能不能我们在 清诚慧荣的 这种理念基础之上 深度的推进 我们的倡议 让它真正的落地开花 从周边国家 无论是先行区 示范区 还是守善区 能够首先的开花结果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在这一次座谈会上 我想王毅主任 提出的倡议和主张 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 周边国家 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我们能否携手 共同繁荣 共同进步 真正的让这些理念 变成沉淀淀的成果和现实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是的 一荣俱荣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而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文件 其中特别提到 中国将坚定不移的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指出 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越鲜明 遏制分裂势力的措施越有力 台海和平稳定就越有可能 地区和平繁荣就越有保障 那么将这一点放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 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主权内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相应的磋商 这是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祖国的和平统一 也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目标 那为什么我们在跟周边国家 在讲亲城会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未来的展望 要写入台湾问题这样一条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了 在跟周边国家处理关系的过程当中 由于域外国家的插手 台湾问题成为拦在中间 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一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 实际上头脑并不清醒 判断也不清晰 所以受域外国家的蛊惑 对台湾问题时有发表错误的言论 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同时也影响了我们与周边国家 友好的处理关系 影响了我们和周边国家携手共同发展 所以我们把台湾问题写入 与周边国家关系这样一个展望 就是要明晰的告诉周边国家 台湾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 我们主权上的关键的问题 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 与此同时也让各个国家明白 在台湾问题上确实要坚持 联合国决议所做出的决定 真正的在处理好台湾问题的基础上 和中国秉持着清诚慧荣的理念 推动共同的发展 谢谢王剑先生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金门高粱酒 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 202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这份报告罔顾事实胡编乱造 运用似是而非的话术 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 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妄加益测中方在和太空网络等领域军力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 执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 我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中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从不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 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 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 反观美国 好战成瘾 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根本性乱源 世界动荡的幕后操盘手 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始终将核力量 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安全 反而是美方近年来陆续退出 反导条约 中导条约等军控条约 升级三维一体核力量 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 部署陆基中导 强化所谓延伸威慑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 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方操弄核议题 玩弄核双标 不过是为自身扩展核武库 维持军事霸权 寻找借口 美方炮制的这份涉华报告 充斥着各种错误内容 其中包括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与论调 蓄意挑起台海冲突 对此 吴谦指出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都写得明明白白 连大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 早已成为国际共识 美方和民进党当局 才是台海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 中方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正当 合理 合法 美方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任何名义 以任何方式加强美台军事联系 和非法武装台湾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以武谋独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信心 有能力 挫败任何外部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 豪式面包赞助播出 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3周年纪念日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国鸭路江奔赴朝鲜战场 为身后的祖国和人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铁血长城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 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民心 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让我们一起致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 铭记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 78年前 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籍澎湖列岛 正式重归祖国版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 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永载史册的光辉篇章 25号 同兴共援中国梦 纪念台湾光复78周年学术座谈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会上 专家学者们围绕台湾光复的历史背景 与现实意义 充分发挥青年在两岸交往中的积极作用 等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在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上 联岸同胞守望相助 共同谱写了反外来侵略 反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壮丽诗篇 这为推动联岸关系和平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光复对于今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联岸同胞和各界有失之事 要坚守民族大义 促进联岸同胞交流合作与心灵契合 汇聚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强大正能量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够展望未来 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那么两岸的人民 尤其是两岸的青年人 应该能够同心共筑中国梦 能够在国家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下 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京台胞和台湾青年代表纷纷表示 他们愿意成为增进两岸同胞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充分发挥自身专长和优势 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在对日抗战 还有我们很多历史文化背景 都是同源同种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两岸的统一是我们都希望可以达成的目的 我也愿意为这个目标去做努力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热烈 喜悦 畅快 人生白胎都在酒里 金门高粱 两岸飘香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4007102826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带鱼盖浇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哇 这个是太好吃了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汁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鱼子鱼骨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十罐的钱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 710 2826 深河五箱带鱼罐头 原价199元10罐 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重磅福利 199元 整掌30罐 只限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将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一件脏衣服 污染全家人 衣服混血会交叉污染 屋子钻入纤维底层 新太子升级喜业 首创威力进科技 深入纤维底层 清除交叉污染中的纳米屋子 新太子已经到底周围所见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星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星海飞逝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飞逝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每天喝茶 不怕牙黄吗 没事 我有佳节室 索白色素 隔离盾 高效曲子 长效房子 长效美白 持久清新 佳节室 妈妈 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 洗衣液 新乳纤维 根源洁净 强力去除满虫 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 新上市 避浪 根源洁净 抗菌除满 肝蛋湿热所致 急痛 口苦 尿黄 用片仔黄 阴胆 平肝 胶囊 半丝半缕 横眼 物力维坚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生活力不足了 有上婶和宝宝 22位中药 阴阳 调和 为你的精力 加宝酱 他好 我也好 为人圣宝片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粮酒居民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5号 国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 发言人朱凤莲 首先就正在福建省张平市举办的 第一届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大会 回答了东南卫视记者的提问 发言人您好 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请发言人介绍 正在福建省张平市举办的 第一届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大会的 有关情况 10月24日 第一届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大会 在福建张平举办 相关研讨和参访活动 会持续到10月27日 此项活动是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的 一项具体的举措 大会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意见 推动敏台融合发展 迈出新的步伐 大会邀请专家学者深入解读意见内容 搭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让台湾同胞实地了解大陆农业发展的状况 鼓励支持更多台农扎根大陆 充分体现了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农厚氛围 第二个特点是汇聚两岸农业领域的主流民意 总体规模是大大超过了预期 充分体现了两岸同胞对加快 恢复扩大两岸交流交往的强烈愿望 第三个特点是集聚了两岸业者的智慧 成果显著 大会以深化两岸农业交流 携手共创美丽乡村为主题 围绕农村三产融合 两种开发和繁育 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与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 开幕式上签约了两岸农业合作项目25个 成果显著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近日在北京举行 岛内舆论对此广泛关注并呼吁 两岸应共同推动在一带一路上的经贸合作 就此情况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25号应讯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 我们以两岸融合发展为着力点 深入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的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鼓励支持沿线重点地区 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汇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以及福建省方面 推动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为在福建的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机制保障 二是为台商台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平台 第三呢 是加强对台商台胞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宣介 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努力为广大台商台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分享发展机遇 搭建更多的平台 提供更多的便利 据报道 台经济主管部门日前称 2022年台对大陆出口1859亿美元 近半围集成电路 近几年ECFA早收清单商品 占台出口比重逐渐下降 在国际去风险化趋势下 台商拓展世界市场分散风险效果明显 针对这一说法 朱凤莲表示 事实充分说明ECFA是一项造福台湾同胞的好协议 ECFA不仅促进了两岸贸易的增长 也使得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的市占率 稳步的提升 同时也带动了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化 提升了台湾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事实充分说明 ECFA是一项造福台湾同胞的好协议 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认为 ECFA没有多大作用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一再地表示 不希望大陆方面废止ECFA 而针对台积电正在向美方申请 在中国大陆运营的无限期豁免 朱凤莲表示 两岸产业合作有利于双方企业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名声福祉 外人无权智慧 我们将持续完善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举措 不断推动台企同等享受 大陆产业促进政策与发展红利 帮助广大台商台企 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外 大陆的税务和自然资源部门 展开对台企富士康旗下 部分企业的税务和用地情况调查 民进党当局声称大陆方面政治操作 对此朱凤莲表示 大陆有关方面 依法依规 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开展遵纪手法调查 是正常的执法行为 那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的政策立场 善意诚意不会改变 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台商台企 在大陆投资新业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也会持续的完善落实 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 为台胞台企在大陆更好 更快发展 提供机遇和空间 同时台企在大陆分享增长红利 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发挥积极的作用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日前窜台并声称 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 呼吁两岸展开对话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不支持台独是美方做出的 严肃的政治承诺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 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 执意进行谋独挑衅 只会使台湾陷入险境 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大陆方面对台独向来是零容忍的态度 而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日前宣称 接受九二共识等于所谓放弃台湾主权 两岸问题是国际问题 甚至还叫嚣要大陆平等有尊严地对待台湾 对此朱凤莲回应称 赖清德干着台独的勾当 却打着和平的旗号 可谓是无赖至极 台独意味着战争何来的和平呢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根本也不是什么国际问题 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赖清德一边企图以物谋独以外谋独 一边奢谈两岸对话合作 完全是招摇撞骗 正如岛内媒体人所指出的 赖清德现在正从台独疯子变身为台独骗子 这个评论是一针见血恰如其分 相信广大的台湾同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花莲文旦又滞销严重 全县约有5000吨文旦又被堆积丢弃 国农直呼血本无归 花莲县代表希望民进党当局有所作为 让文旦又能比照台东翻荔枝 恢复输往大陆 24号上午 所谓时代力量民代陈娇华召开记者会指出 花莲文旦又产销危机年年上演 今年更加严重 目前全县滞销的果量约有5000吨 盘商收购价跌落至一斤不到一元新台币 一名花莲幼农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记者会控诉 文旦又连年滞销却无人关心 台农业部门一再要求幼农加入产销履历 并向农民承诺可以卖得更好 现在农民该做的都做了 文旦又还是卖不出去 既然你农业所要鼓励我们做生产领地 我们都做了 你农业所要鼓励我们要怎么卖出去 最主要就是没有外销 希望政府能够多找通路能够外销 台农业部门代表现场表示 民进的当局推动的外销方案 主要是将文旦又出口到中国香港 日本 加拿大 新加坡等地 并提供唾销奖励 但文旦又最大的外销市场是中国大陆 目前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 但两个月前 台农量部门官员明明才说过 文旦又外销及加工有很大的突破 称台湾文旦又被大陆近一年反而卖得更好 但事实却是花莲文旦又已经严重止销 花莲县代表表示 希望民进党当局有所作为 能够比照台东翻里支恢复书网大陆的模式 为幼农打开通路 此前 经台东县方面组织业者整改 海关总署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的基础上 决定自2023年6月20号起 恢复台湾地区翻里支输入 就恢复台湾翻里支输入大陆一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号指出 主管部门在综合评估基础上 宣布恢复台湾地区翻里支输入大陆 尽量使相关业者在经过整改后 达到大陆有关部门的标准要求 舍得大陆民众能够品尝到来自台湾地区的高品质水果 为台湾基层民众带来实惠 产生积极反响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两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 今年以来中国国民党台东县等方面 均提出希望大陆方面恢复输入台湾地区翻里支 我们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台东县等有关方面 就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扩大输入台湾地区翻里支等深入沟通 做出妥善的安排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赖岳先生 赖先生您好 花莲文旦又滞销严重 当地农民直接打脸此前夸口文旦外销 比被大陆禁止输入前更好的台农粮部门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地玩弄 这般低级而且恶劣的虚假文宣 而我们也看到 花莲又农希望民进党当局比照台东翻里支 恢复输入大陆的条件 恢复文旦又输入大陆 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做得到吗 压力越大他们不得不做到 民进党当局本来就是一个带着仇恨 而且满口大话的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只会欺骗台湾的民众 他们认为台湾的民众反正只要不把它解漏 大家也都不知道实情是怎么样 所以当文旦滞销的情况没有被解漏之前 他们就都压住了 所以对外到处宣称说没有卖到大陆 我们的文旦卖得更好 价格更好 农民赚翻了钱 结果现在被狠狠打脸 被谁打脸呢 被同样是绿营的时代力量的民意代表打脸 绿营的时代力量 他们本身的在花莲的办事处的主任 他们就跳出来说了 他说在花莲瑞穗这个地方 他们大量都是种文旦的 那如果以产地价批发出去的话 文旦一颗不到一个鸡蛋的钱 这样的情形使这些农民苦不堪言 他们宁可让果子烂在地上 他们也不愿意去采收 烂在地上随着河流 然后就把河川污染了 所以情况很严重 那因此他们召开这些会议 要求台湾的民建党当局的农业部门要回应 农业部门又讲了一些空话 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卖到日本 卖到加拿大 卖到新加坡 但是他讲的是鬼话 空话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农民知道 使用文旦的都是以华人为主 你从原产地你还要加工 还要运输 还要远渡从洋 再加上关税 对不起 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 它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了 它本身更难卖出去 所以他们很生气很愤怒 他们要求民建党当局回应 可不可以比照台东县的世家 大陆叫做翻力支的规格来办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国台办有讲得很清楚 只要在九二共识下 两岸的事情一切好解决 所以民进党当局必须要回应 要不要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民进党当局当然不会回应 但是我觉得只要花莲的农民 纷纷地站起来 向民进党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 他不得不会比照台东县来办理 为什么 只要在媒体烧得够热 烧得够火 以现在赖清德的选举 越来越艰难的情形下 相当有可能只要能动摇赖清德 当选的可能性 民进党当局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是的 就像您提到的 谎言终究会被戳破 牛皮总有被吹破的那一天 当时民进党当局掩饰的 有多会声会色 而现在他们就有多苍白无力 谢谢赖先生 我们再来关注 绿营政治人物在线桃色风波 向来打造爱妻顾家好丈夫人设的 民进党籍民代赵天龄 被爆出与女性友人的亲密合照 与此同时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 郑文灿也卷入桃色丑闻 民进党两岸齐发震惊台湾社会 台湾靖周刊23号曝光 赵天龄与一名女性友人 多张亲密合影 两人在摩天轮上行为举止 十分亲密 有贴脸拥文等举动 所谓顾家好男人形象崩塌 赵天龄24号上午召开记者会求谅解 实在是我非常惭愧的一个时刻 那这个多年前就发生了一段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感情 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难过 那也受伤 那说实在的我相当的自责 赵天龄坦诚多年前犯下错误 并强调当时已获得妻子原谅 当时也获得了他的原谅 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些内容 其实他当时就知之甚响了 那当然没有想到隔了那么多年之后 用这样子比较据悉迷的方式 然后在媒体上呈现出来 不过赵天龄这场快闪设计者会 似乎并没有博得民进党内的支持 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责任 对家庭还有对社会说明清楚 这个是他无可回避的责任 行为很不应该 这个也应该要深自的检讨 立委的布局 这个都必须审慎的来做评估 24号晚间10点 赵天龄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退出2024民代选举 而作为民进党四大派系之一 勇言会的二把手 赵天龄被外界评估 很可能在三年后 接棒高雄市市长陈其迈 赵天龄是一个有前途的明日之心 陈其迈是个温和派人物 陈其迈突然间要砍他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痕迹 不排除有民进党党类的斗争在里面 与此同时 台行政机构复职负责人郑文灿 也深陷丑闻 一段他与妙龄女子出入酒店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郑文灿也被迫亲上火线解释 不过就在当天中午 岛内社交网络平台又传出多张 郑文灿与同一女子牵手和拥抱的清晰照片 再度引爆岛内舆论 对于民进党政客爆出逃色事件 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怪了 台所谓监察委员纪慧荣24号表示 启动对台湾地区所谓前驻菲律宾代表 徐沛永涉嫌性骚扰案的调查 此前台外事部门曾证实 包括徐沛永 庄硕汉 以及一位黄姓官员等三名外事官员 均被确认性骚扰案成立 其中徐沛永被击搭过一次 仍在任职中 台湾作家刘新月表示 很多人认为民进党的道德标准向来很低 涉及双人枕头的男性政治人物 只要脸皮够厚 挺过风波 传过水无痕的例子 比比皆是 远的不说 今年闹出婚外情的绿营政客罗志正 台卫福部门副主管王毕胜 和8000房租一案的民代王定宇 最后都证明丑闻无碍仕途 台湾舆论批评 离选举越近 民进党出包越大 带领集体堕落的民进党 赖清德的选情每况愈下 不令人意外 就此话题我们要来请教脸案时事评论员 首先要请教脸月谦先生 脸先生 民进党籍民代赵天龄 被爆婚外情之后是迅速的退选 和民进党其他爆出桃色丑闻的政治人物相比 我们看到赵天龄的这个退选动作 可以说是神速 那么他在怕什么 此外就是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 郑文灿同一时间也卷入到了桃色丑闻之中 外传这些爆料是来自于 民进党的内斗您对此怎么看 赵天龄的极速的退选 就是因为不愿意新闻一直烧 如果一直烧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赖清德 赖清德一旦不能当选 民进党就变成一个在野的政党 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赖清德当选了 搞不好还会分一杯羹给赵天龄 所以赵天龄本来 他要把他的太太的牌打出来 说他太太知道了 也原谅他了 那这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再追究了 连我的太太都原谅我了 放我一马吧 那这样的情形 他意思本来也就是要继续保住他的位置 再继续政坛中打滚 但是眼看着台湾的舆论烧得风风火火 很快的赵天龄就宣布不选了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当然就是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 相当有可能就出手了 也就是要赶快直选 因为这个案子如果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烧得没完没了 没有人会管赖清德 但他只管民进党是既一个又贪又黑 本身又涉再加上寡怜无耻的政党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赖清德的民调支持度 当然会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民进党当局 他们当然就紧张 不过很遗憾的地方是在于 当赵天龄的案子爆出来 当郑文燦的案子爆出来 其实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本来私生活很多人就很不检点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 也都有所耳闻的 不过这一次会爆出来 我觉得跟新潮流系确实是有点关系 新潮流系在民进党当局 民进党内部本身 他们叫做整碗都捧过去 然后吃相很难看 所以我们一般高度怀疑 这些影片这些新闻流出来 相当有可能就是一些反新潮流系的 这些民进党内部的人 所泄露出来的 因为能够拿到这么私密的资料 能够掉到酒店里面的录影带 开玩笑 不是等闲人 所以既然不是等闲人 我们合理的怀疑 就是民进党内部的 激烈的恶斗 谢谢您的解读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带鱼盖浇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现在199元 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哇 这个是太好吃了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 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鱼子鱼骨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鱼鸣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十罐的钱 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儿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 十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 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26 深河五箱带鱼罐头 原价199元 十罐 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 重磅福利 199元 整掌30罐 只限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将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生活力不足了 有上婶和宝宝 二十二位中药 阴阳 调和 为你的精神 加宝酱 他好 我也好 为人炫宝片 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生活力不足了 有上婶和宝宝 二十二位中药 阴阳调和 为你的精神 加宝酱 他好 我也好 为人炫宝片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就绿营政客在线 桃色风波的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 朱先生 除了赵天玲和郑文灿的 外遇风波 民进党官员 爆出的桃色丑闻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那想请教您 这个背后有怎样深层次的问题呢 绿营人士 尤其是民进党内部的人士 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尤其是在男女关系等等 诸多方面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其实说到底 是这个政党 基本上开始出现了全方位的踏方 也就意味着 民进党在第二次执政之后 其实比第一次执政 来得更加迅猛 更加凶猛 在于对于权力的这种渴望 对于权力的追求 和对于权权交易这些问题 更加感兴趣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 比起来第一次 陈水扁时期的那种贪腐 其实是更加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这一次的民进党的执政 是一次 民进党第一次的全方位的执政 产生的诸多问题 主要是由于执政傲慢 再一个就是长期以来 由于全面的执掌了 这个岛内的全部的权力 所以绝对的权力 产生了绝对的腐败 也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 其实现在岛内的民众 对于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也是有着非常理性的分析 不少的民众就认为 现在民进党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民进党失去了监督 为此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尤其是不能让民进党 全盘拿走 整晚端走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民进党缺少了监督 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 还可能继续滑落向腐败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 会对于台湾岛内民众的 这种利益的伤害 更加的严重 所以说这次恐怕民众 会用手中的这个选票 来教训民进党 若要人不知 除非紧莫为 绿营人士私生活不检点 钱权交易等负面消息 接连不断 说明这个政党 已经从骨子里面烂透了 谢谢朱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海霞新干谢 稍后继续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 让您带回家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26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带鱼盖浇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现在199元 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26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汁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 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 鱼子鱼 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10罐的钱 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儿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26 深河五箱带鱼罐头 原价199元10罐 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重磅福利 199元 整整30罐 只限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阴阳调和 为你的电话交保诈 他好我也好 为人圣宝片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侵略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 24号发布的10月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岛内民众对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的不赞同度达到53% 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高记录 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陈建仁团队的不满意度 也达到43.8% 也在创新高 与满意度39.2% 形成明确的死亡交叉 对此该机构指出 民调结果意味着 近期党内选民 对蔡当局的施政表现 越来越不满 这对2024年民进党选情 是严重警讯 就此话题 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朱松领先生 朱先生 据您的观察 这一份民调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应该说这一份民调释放出来 岛内的民众对于蔡英文执政团队的 进一步的失望 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进一步的不满 民进党上台之后 各种的缺 各种的骗 以及各种的腐败的问题 各种的瘫的问题 其实纷纷的展现出来 尤其在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是大面积的 全方位的进行爆发 那么这种爆发呢 其实也引起了民众的深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民众注意到啊 尤其是遇到更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像这个 巴以冲突 引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呢 希望民进党当局引起反思 希望他们提出相关的一些 对策建议啊 引领着台湾岛内的这个民众啊 避免战争 使得两岸重回和平发展的 这个正确道路上去 但是呢 大家都会注意到啊 其实这样一段时间以来啊 包括蔡英文 包括他的施政团队 这个陈建仁等等 包括呢 这个现在正在代表民进党 参选的赖清德啊 其实不仅仅啊 不去这个 在巴以冲突当中啊 吸取相关的教训 把台湾呢 这个引领出这个战火之外 使得台湾走上正确道路 而且呢 反而是积极的这个 煽动岛内的民众啊 煽动各种的这种 岛内的这种民粹啊 跟大陆进行对抗 甚至呢 要求拿起枪来 通过这种方式呢 说才能够这个维护 台湾岛内的 这样的一种和平 其实跟民众的主流民意啊 是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 种种的一些方面的原因 和情况啊 才使得现在 蔡英文 以及他的行政团队啊 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满意度 在进一步的下降 应该说 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下降呢 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冲击赖清德 和民进党的选情 的确 蔡英文当局的施政 千疮百孔 就像破罐子装不住水 已经阻止不了民意的流失了 谢谢朱先生 想要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 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再会